大家好,感谢大家对观音宝贝的支持 今天呢,由我为大家来猜剑达奇蛆蛋 看看今天的蛋里头会有什么新奇的玩具 让我们来猜一个 我们把它打开,巧克力 这个呢,这面是巧克力 哇,一看就是非常好吃的巧克力 让我们把它打开,尝一尝 味道怎么样 这是勺子,吃巧克力的勺子 我们来尝一尝巧克力的味道 嗯,非常的好吃 好,我们不能吃太多,把它放在一边 下面呢,咱们来揭晓一下,这里是什么玩具 打开看看,这是什么 哦,呀,是一枚戒指 看看,还有一个粘贴 哇,这是一个戒指 是一个印章的戒指 看看,这是一个印章的戒指 那我们来给它拼上 这个很简单,只要把这个 纸环套在地上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粘贴 粘贴,粘贴,粘贴到这个上面 粘贴,粘贴到这个上面 哎,这是一个熊猫 看看,是一个熊猫 然后是一个戒指 然后是一个戒指 印章的戒指 看看这个印章是什么呢 啊,好像是个小脚丫 咱们来印一下 按得有点轻了 哇,真的是一个小脚丫的印章 看看是不是应该是小熊猫的脚 它的脚长得形状特别的可爱哦 嗯,好 然后我们把它盖上 这个平时我们玩的时候可以戴在手上 然后印的时候呢,只要把这个盖打开就可以了 好,第一个我们得到了一个印章 下面呢,我们来猜第二个 哦,听这声音好像是拼脏的呀 下面我们来打开第二个 哦,这是巧克力 巧克力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下面呢,我们来打开这个玩具的里头看看是什么 哇,是一个公主 看看这个公主 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多的公主了 看看这是一个穿着黄衣服的公主 白雪公主 看看很漂亮的一个白雪公主 下面呢,我们需要把它拼装一下 这个呢,需要从这个口进去 这样子给它推进去 然后塞到这个眼里头 这样我们才能把它合得很严实 然后呢,再扣上前面的把这个扣上 哎 好了,这个公主就拼完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 它长的什么样子 长长的头发 还有长长的裙子 裙子上呢,有很多金片亮晶晶的 是不是很美呀 哇,这个公主很美 好,今天我们又得到了一个公主 把它放在边上 下面呢,我们再来拆一个 看看这个里面会是什么呢 然后我们来打开吧 然后我们来打开吧 我们把它打开了 然后,这个扫拿下去 呀,好像还是听的声音还像公主哟 哦,看看是不是 哇,真的是一个小人 但这个不是白雪公主 也不是芭比娃 这是一个小精灵 看看,有四种小精灵 这个红色的小精灵呢 我们还是头一次得到呢 这是一个红色的小精灵 它这有两个,一个小精灵 还有一个蝴蝶结 这个蝴蝶结呢,可以挂在书包上 鞋带上,看看 还有脸之上也很漂亮哦 我们可以把这个小精灵还可以 这个小蝴蝶结还可以挂在它的身后面 它就像一个翅膀 看一看大家 它全身上下都是红的 头发是红的 翅膀是红的 然后鞋呢,鞋也是红色的 哇,你看它的眼睛绿绿的好大呀 是不是很漂亮呢 做工很精致 很漂亮的一个精灵哦 我们又得到了一个小精灵 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猜一个 看看这个是什么 打开咯,看看 呀,这又是一个小精灵吧 哇,今天得到了两个小精灵 得到了两个不同的 哇,这个精灵 是这个颜色的,黄色的 特别的漂亮哦 这个也是我们头一次得到 这回我们的小精灵 是个小精灵就集齐了 你看它的蝴蝶结也是特别的漂亮 是个透明的 透明的水蓝色的 一个翅膀 一个蝴蝶结 是不是很漂亮 跟它的衣服很搭配 它的衣服也是蓝色的 然后呢,翅膀呢 也是蓝色的 是个水蓝色的 眼睛 哇,眼睛跟它的衣服也很搭哟 也是蓝色的,好漂亮哦 哇,今天得到了两个小精灵 我们四个就已经集齐了 等下次我们要把它们集到一起 让它们一起出现在小朋友们面前 好,那今天就给大家猜着四个 试个蛋 下次我们再见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下次我们再见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